终于把航天器防热入门知识的节目做完了 做这两期节目花了我不少时间 倒不是因为不好查资料 实在是因为航天器防热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会涉及到很多领域 很难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解释清楚 但是防热对于航天而言却又非常重要 有点像运动学对田径运动员那样 鉴于我的表达能力有限 我只能尽力 希望您在看了这两期节目之后 对航天器的防热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大家好 这里是土拨鼠炸机 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里 我将和大家聊聊航天器的热防护 在前面点评马斯克直播达网友提问的那两期节目里 我给自己挖了个坑 答应大家找时间出节目 介绍航天器的热防护 为了怕以后忘了 点评节目做完 我就赶紧做了这两期关于热防护的节目 想来大家最近忽然对航天器的热防护这么感兴趣的原因 还是因为很多朋友都看了今年6月6号兴建似飞的视频 大家都对飞船返回载入大气层以后 船体与空气高速摩擦产生的等离子体 把飞船右前舵面烧毁的景象记忆犹新 其实这次热防护士骨还是相当幸运的 尽管舵面被烧毁 但飞船右前舵的基本骨架还在 依然能够受控摆动 最终飞船也是在残损的舵的控制下 实现了最后的翻转和制动点火 从而完成了全部的实验项目 但另一次重大的热防护士骨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2003年2月1号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完成了STS-107任务后返航 由于此前发射的时候 从外燃料炷箱上脱落的一块绝热材料 正好击中了轨道器右侧机翼的前缘 损坏了不设在这儿的在轨道器返回时 其保护作用的防热瓦 轨道器最终在返航的过程中解体 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 这次事故是有史以来最重大的航天热防护事故 我今天之所以向大家提起这段不愿提及的往事 是为了提醒大家 热防护对航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特别是载人航天 所以总有人问我 兴建何时能载人 我的回答总是比较保守 如果兴建不能很好地解决发动机工作和飞船的热防护问题 就离载人发射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 在航天领域 需要进行热防护的地方其实很多 热防护的方法也不外乎两个 冷却和硬扛 如果我们再结合航天系统中的不同部位 我们就可以把航天领域的热防护分成以下几类 第一个就是发射热防护 第二个就是发动机冷却 第三个就是整流罩的隔热 第四个就是飞船的热防护 发射热防护主要是为了保护发射场上火箭发射的时候 燃气流场影响区域范围内的各种设备 这些设备以各种地面发射设备为主 其中还有一些可能被于火箭的箭体上 对于地面上的发射设备 热防护的工作就相对比较简单 一般的方法就是把重要的设备用保护罩给保护起来 必要的时候再在保护罩的外面覆盖隔热材料和防烧食材料 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 是长征五号发射台上的情况 橙色的保护罩把升降式火箭支撑杆和连接管路线路 很好地保护了起来 即使是位置离喷口稍远的设备 也被用灰色的保护罩给保护了起来 这些保护罩的壁厚通常非常厚 以增大热容量 虽然火箭发射的时候燃气流场的温度很高 压力也很大 但由于作用时间比较短 设备真正收到的热量其实并不是很大 所以增大热容量是降低燃气流对设备影响的有效手段之一 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的成本很低 但这种做法一般仅限于对尺寸和重量要求并不是十分严格的地面设备上 对于舰上就并不适用了 对于安装在火箭上喷管附近的舰上设备更多的是采取为设备配置轻便的保护罩并附加以隔热和防热涂层的措施 另外有很多朋友认为发射场在发射前喷水也是为了降低热复合 其实发射场在发射前喷水对降低热复合的作用很小 喷水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降低发射噪声 我们知道火箭发射的时候的噪声最高可以达到220分贝左右 这么大的噪声不要说是人 就连很多设备这里面就包括了载荷和舰上设备也都没法承受这么大的噪声 通过排水就能够把噪声降低30到40分贝 这对于保护贵重的载荷和搭载的人员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发动机冷却 液体火箭发动机主要是由燃料供给系统 推力室 发动机控制系统等三部分组成 而其中推力室又主要由喷煮器 燃烧室和喷管组成 在发动机里需要进行冷却的部分就是推力室 大家从屏幕上可以看到 喷煮器的冷却方法主要有发汗冷却和再生冷却两种方法 燃烧室的冷却方法主要有隔热冷却 薄膜冷却 再生冷却和烧水冷却四种方法 其中烧水冷却仅选于用在工作时间比较短的发动机上 喷管的冷却方法主要有再生冷却 烧水冷却 排放冷却和辐射冷却四种方法 其中烧水冷却一般仅用在喷管的扩张段上 我们还可以看出再生冷却是应用范围最广的一种冷却方法 它可以应用在推力室的大部分部位 那么什么是再生冷却呢 再生冷却是利用推进剂的一种组员 这通常是燃料 或者两种组员作为冷却剂 使其在进入燃烧室之前 以一定的流速经过推力室内外壁之间的加管或者是管道 把内壁的热量带走达到冷却的目的 冷却后 吸收了热量的组员 会把这些热量带入燃烧室 再次利用 故耳呢就称为再生冷却 再生冷却在喷管上的应用 主要有洗槽式和竖管式这两种方法 洗槽式就是大家从屏幕左侧看到的画面 而竖管式就是右侧看到的画面 一般采用洗槽式的喷管会分成内外两层 制造的时候 会先在内喷管的外壁面加工开槽 然后把外喷管和内喷管套在一起 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喷管 树管式喷管的话 大家看屏幕就非常清楚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树管都包在喷管的外面 这些树管里流动的冷却剂呢 就可以为喷管来降温了 说到这儿 我不禁想起在我那期看马斯克如何回答网友提问的视频里 网友jonjoo0927就问我 马斯克会不会放弃防热瓦而改用transpiration cooling系统 就是用自带的低温燃料来冷却 想更清楚的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还要了解另外两种推力使的冷却方式 排放冷却和发汗冷却 排放冷却的传热机里和再生冷却相似 也就是从主燃料输送管路引出一小部分燃料作为冷却剂 流经冷却管道 从而达到冷却的目的 但在排放冷却里 完成冷却功能的燃料不会进入燃烧时 而是通过冷却通道出口的小喷管排出 并产生一定的推力 一般应用在发动机喷管的扩张段上 但像再生冷却一样 它同样需要有洗槽或者是竖管 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 是编号为B7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的底部视图 相比于B4超重 不仅增加了四台猛禽2发动机 还增加了两个小喷管 我估计这两个小喷管 很可能就是排气冷却的管道出口 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猛禽发动机很可能既使用了再生冷却 也使用了排气冷却的冷却方式 介绍完排气冷却 让我们再来看看发汗冷却 对推历史而言 发汗冷却是把被冷却部件 通常是喷住气的表面 做成类似海绵式的多孔结构 并在上面开若干细密的小孔 让冷却介质流经被冷却部件表面的多孔结构 进行充分的热交换 最后被加热的冷却介质 再从被冷却部件表面的小孔向外喷出 从而完成冷却的过程 SpaceX在2019年就曾提出 利用兴建用于着陆的推进剂 在飞船的迎风面 设置大量的发汗孔和管路 使低温的液态甲烷 在迎风面后的管路内循环 其中的一部分经发汗孔排出 迅速吸热蒸发 带走大量的热 同时形成冷却层和边界层 以进一步隔绝热量 并降低表面的阻力 这种设想和我前面介绍的 推历史发汗冷却 及喷管排气冷却 从本质上讲是类似的 明白了什么是再生冷却 排放冷却和发汗冷却 让我们再回到刚才网友提出的问题 如果马斯克想在兴建飞船上使用 外面曲率变化剧烈的局部 仍需要做进一步改进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SpaceX不太可能在整个飞船上 采用这种transpiration cooling的措施 最多只是在个别局部采取这种措施 事实上自从和NASA的IMC研究中心签订了新型防热材料 Toffrock的技术转让合同之后 SpaceX就把兴建飞船的热防护 全然地交给了Toffrock防热瓦 放弃了使用发汗冷却的想法 所以更大的可能是SpaceX针对像 舵根、舵面前缘这类热流集中的区域 专门生产一部分强化型的Toffrock防热瓦 有关这部分内容我后面会提到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整流罩隔热 整流罩的主要作用有 在火箭的发射和飞行过程中 保持良好的气动外形 降低空气阻力 第二点就是保护整流罩内的有效载荷 不受外界自然环境和气流冲刷的影响 同时要求整流罩能够在火箭 飞出大气层以后可靠的分离 并要求它具有尽量低的重量 在这些作用里 保护整流罩内有效载荷 不受外界自然环境和气流冲刷的影响 其实就是要求整流罩 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 火箭从起飞到飞出大气层的过程中 经历的是一个加速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 当火箭的速度接近音速 或者达到最大动压点maxq的时候 整流罩表面的温度会达到最高点 这时也被称为热障 此时整流罩外表面的温度 能够达到1000到2000摄氏度 整个过程会历时数十秒 要保证这么高的温度 不会传递到整流罩的内部 对载荷等精密的设备造成影响 就要求整流罩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 这就有点像冬天 我们在寒冷的地区 要穿着保温性能良好的防寒服一样 根据FAA的要求 火箭整流罩 需要能够在外表面承受1100摄氏度 持续15分钟的火炎的情况下 整流罩内表面不会发生破裂 或者是被火炎烧穿 我曾经看到国内做实验 用制造整流罩的隔热材料 做成一个小盒子 在里面放上冰淇淋 然后关闭并且锁好这个盒子 在盒子的外面 用洋乙缺火源进行烘烤 10分钟之后打开盒子 冰淇淋没有任何融化的迹象 以上这两个例子都能说明 整流罩材料的隔热性能有多么优异 整流罩一般采用面板和蜂窝的夹层结构 就像您从屏幕上看到的这样 现在这种类似的结构 甚至已经应用到了家装行业 但在航天领域 使用的面板和蜂窝的材质 却和普通的民用产品有很大的差别 航天上使用的隔热材料 一般是碳纤维 方轮纤维等 它们的隔热性能和普通的民用产品相比 差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 另外为了保证整流罩内的设备 能够接收到外界的电磁信号 整流罩的隔热材料还通常必须得是透波的 因此一般不会采用金属材料 所以整流罩的造价其实是非常高的 比如零九号整流罩的造价就超过了400万美元 要知道零九号二级火箭还不超过1000万美元 这就是SpaceX连整流罩也要回收的主要原因 但是您不要以为这样用来造整流罩的材料的性能 就可以和飞船的防热罩或者是防热瓦的性能相当了 整流罩这边还差得远着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流罩的飞行速度低 工作时间短 整流罩在大气层内的飞行速度最多也不超过10000公里每小时 而持续的时间一般也不会超过5分钟 当飞船载入的时候 速度会超过26000公里每小时 持续的时间也会超过20分钟 所以飞船的防热罩或者是防热瓦 就需要有性能更好的防热材料 或者是新的防热思路 在下期节目里 我会向大家介绍在航天领域最难实现的防热目标 飞船载入热防火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陪伴 请您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 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